菜喳嘎日前到日本拍攝新片 标题为 《日本五家超难吃的连锁地雷店》 菜喳嘎拜托你千万别去吃 不料上架后却遭到网友炮轰 丢脸丢到国外去 在网上造成一片反弹后 菜喳嘎团队也立刻将影片下架 并出面道歉 影片内容是针对五家日本的连锁餐厅进行试吃 而菜喳嘎团队用嘻嘻哈哈的态度 大声批评食物 还说直接骂没关系 这里的人听不懂 一样网友们不满表示 每一间都是平价餐厅 到底要期待什么奢华料理 一群人围在一起 用戏虐自以为幽默的嘴脸 嘲笑餐厅做出来的餐点 影片中的客人也明显被打扰到 过程中店老板还以为是YouTuber来采访 亲切地地地上胡椒粉 网友也说看到这幕觉得好难过 而菜喳嘎在下架影片后 先是发现洞道歉 表示往后会更紧延盛行 之后也在3号下午发出道歉影片 和团队一起鞠躬道歉 并提出未来在影片上的 五点改善方案 坦承这次在拍摄上的确有疏忽 你想用路人行径 多人共识冒犯了日本文化 拍摄过程在餐厅大声喧哗 以及评论食物态度嘲讽轻蔑等等 再次向餐厅及路人 还有观感不佳的网友们进行道歉 这边也跟有造成困扰的店家 在那边跟大家说真的不好意思 那也非常谢谢大家 给我们的一些建议 我们对我的频道 谢谢你们